在我国总共有四座免税岛 佛罗交易 刁曼岛 纳明岛 还有邦戈岛 四年前才列入免税岛的布勒邦戈 也是最近崛起的一个旅游热点之一 根据旅游平台Agoda年头发布的 2024年马来西亚新兴旅游地的榜单 布勒邦戈就排在榜首 那灌烧了大马其中一个最美岛屿的称号 这个布勒邦戈是坐落在霹雳州西南部的海岸 人口大约2万多人 面积不大 只有18平方公里 而华人主要是聚集在吉林湾 大湾和邦戈大街 那除了以旅游闻名 邦戈岛也在历史上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开启英国长达150年殖民统治的邦戈条约 就在邦戈海域签订的 那么这一座原本是荷兰人物料垄断霹雳州的西矿贸易 储存溪块而开发的海岛 那周边的海域渔产非常丰富 可以这么说 渔业也就是邦戈岛的命脉了 到底邦戈岛的旅游和渔业 时至今日发展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又怎么样影响当地人的生活呢 一起跟着新闻报报看的记者黄慧贤和沈佳莹的镜头 到邦戈岛去走一趟 从霹雳以保西南84公里处的宏图开码头 搭船30分钟 走出码头看到成排成排铺面而来的粉红德市 四面淮海的邦戈岛土地就引在脚下 在这岛民和游客穿梭在大街的粉红德市 是邦戈岛的其中一大门面 随处可见印在招牌上的免税字样 标榜着邦戈岛从2020年起的新身份 向广大的国内外游客招手 MCO之后我们有免税 我们的游客量每一天都会很多 因为他们必须要住两天以上 他们就可以买香烟 现在香烟也没有了 就剩下巧克力 所以游客会比较少一点 我们的景点会比较少一点 我们还需要政府努力一下 集旅游和捕鱼业于一身的邦戈岛 除了有度假景点 更保留着渔村浓浓的陈朴民情 绝大多数的岛民都是淘海人 过着以海为生的日子 每当一搜搜的渔船归来 捕获的渔产 就会在渔辽内一一整理分类 然后再趁重装香 送上渔船运去对岸 这是岛内每一个淘海人 在日常不过的生活 每天下午出去捕鱼 各天早上回来 一般上捕甘梦鱼 茶鱼 韵鱼等等 近年来鱼化不错 只是价格不高 可能市场上鱼量也多 渔船航行不好 不止渔民叹息 岛上谨慎的几家造船厂 也陷入停摆的命运 这边就叫做大湾 大湾海边街 那么这边就是我的工厂 那以前我们的船就是在这边造 眼前这名头发花白的老师傅 有着50年的丰富造船经验 无奈造船厂这几个月 却被迫停工 空荡荡的造船厂 看不见汗流浃背的工人 只剩下成堆成堆的木材 苦苦等待着 终有一天能够在工匠的 巧手下拼凑成船出海航行 日益罕见的造船手艺 也只能够暂时收在老巷部里 现在是单纸没有工嘛 不能做嘛 我们要做这个船不是做来卖的 我们叫人家订购我们才做的嘛 那个海路不好啦 他们老板的船部暂停啊 不要做 也不敢做嘛 造船厂现在已经托付给家人 老师傅也卸下了造船的重担 但他在岛上还有另一种身份 他可是这一栋总立在山坡上 面向大海的邦格岛海南会馆的元老级会长 工会那个牌是1960年做的 在整年会馆大概是50多年就成立了的 会馆内供奉的妈祖是陶海人的集体信仰 虽然海上风浪变幻莫测瞬息万变 但是对岛民来说 无论境遇如何不变的 却是他们对妈祖的崇敬 崇敬岛是海峡的 虎鱼居多了 那么妈祖也是属于我们海上的女神 就是一个可以保育我们游民 出海啊 平安 移化丰盛